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新樓的開箱片 先說說地理位置 我們在Queensboro 項目名稱是Potside 是一個大型的Townhouse屋苑 發展商是Antham 我們去年幫客人買了一間 是Duplex Style 即是河邊有河境的孖屋 現在就收了外套 客人就在香港還未來 就幫他拍影片 他也說想開心分享 可以分享給大家看看 所以我們就看看 我們這間是孖屋Style 這一邊都是屬於我們的正門 雙車庫的門口 前面還有一個短短的Driveway 包括這裡的露台 和上面這個空間 都是屬於我們這間屋 它是三層樓高 材料即是屋外長身材料方面 這些打橫其實是Hardy Board 上面打直的藍色 白色的就是Hardy Panel Hardy Panel外面一條條的裝飾 其實就是木條 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 好嗎 門口有兩級 上面其實有燈 都可以按門鐘 我們就開門去看看 室內面積總共是1700多尺 有三層樓 四間房間加個Flex 剛剛是地面Streetfront進來 這個旁邊就是車庫位 大家可能覺得這邊很光亮 因為它是兩層的樓底之餘 門口已經有四隻窗 上面下面也有 所以採光很好 連門也有窗 來到二樓這邊 再多個窗 就可以照進去客廳位 這裡有一個Powder Room 大家回來洗手 去洗手間也很方便 然後上兩級樓梯 就會來到主層的地方 這間屋是南北向的 前面廚房位向南 後面看到河境這邊是北邊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整個Powder Room 整個Powder Room的賣點 其實就是河邊的屋苑 來到這幾間 最後幾間Duel Plex Smart屋 就簡直是最貼近河邊 在這一層的客飯廳 廚房地區 以及樓上主人房 都會有比較漂亮的河境 前面就沒有東西可以遮擋 今天天氣也不錯 跟大家出去走一走看看 大家看看 這個Powder Room是搭高了 它的材料是Vinyl 即是膠 所以在維護方面的工夫就少一點 因為以往有很多Town House 可能這些Powder Room都是用木造 下雨濕 冬天要多些保持 又會容易爛 扶手現在都是用金屬 就不再是木頭 除了這個Powder Room 大家可以在外面燒烤座外 何景的單位 還會有多一個花園 因為剛收樓 有些位可能還未完工 遲些春天時會更漂亮 再出來走 可以走到River Dyke 這是河堤地區 現在還未完善 遲些我相信會越來越漂亮 可以連接旁邊的Town Home 那些是未賣的 稍後再跟大家分享 其實這個屋苑 河邊的duplex style 1700呎的屋子就不多了 這幾間是最後一回合賣了 然後旁邊這些現在建立的 據我所知發展商還沒賣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告訴我 我的4Pen都放在我的網站 Carriequiet.com slash posse 先看看自己的單位 其實這裡看過去對面 主要是很多樹 那邊是New West的一些矮樓 到後排開始有高樓 所以看出去其實都挺開揚 挺舒服的 就沒說太擠 那我們繼續回到室內 那我們進來 這個地區其實是客廳位 它都很正方很大 大家可以考慮梳化這樣放 這邊就一個套進去的位置 給大家去做電視櫃 有網線和插租 都很闊 可以在那邊打機玩 然後這裡就是廚房地區 有L形廚房加個中堂 然後再是一個比較大的飯廳位 我想這裡如果有很多朋友來的話 可以放在十人海都可以 所以整個空間就很大很闊 剛才如果大家要記得的話 我們門口在這邊進來 如果大家走正門進來 放衣服就會在這裡 這邊有個位置可以放衣服 但其實這間屋還有很多儲物空間 稍後再帶大家去看 另一個更加方便的放衣位 因為它是Duelplex Home 屬於整個屋苑裡面 定位最好或者最高級 就是luxury home的定位 所以它的 features 其實跟其他裡面的三房 四房是有一點不同的 包括電器的package 還有抽油煙機 甚至它會有一些比較特色的 features 例如有這些pantry 可以拿出來放東西的 不是每一間Ponsai這邊的townhouse都有的 是Duelplex Home才有的 這個也很方便的 Powell Pantry 雪櫃就用了Fisher & Piquel的牌子 是雙門可以打開的雪櫃 這個爐頭和下面的焗爐 都是Bosch的牌子 抽油煙機都是直立式的 就是整個的 它的櫃底 現在很光亮 看不到 也是有燈裝的 這邊是L shape 兩個Sink 下面這裡有很多櫃桶的space 一格小的 兩格大的 然後旁邊沒有做轉盤 只是櫃去放東西 然後洗手盤下面也會有些space 洗碗碟機的牌子也是Bosch的 這間屋因為比較大 所以一路的桌面 去到這邊的 包括這裡還有儲物空間 這邊還有一些Display櫃 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櫃桶 Island主要是放微波爐 還有儲物空間 這邊是Panasonic的微波爐 下面有一個大的櫃桶 然後這裡裡面也是儲物空間 對面就是飯海 剛剛說了飯廳位、客廳位 其實廚房這邊向南 都有一個小小的露台 但也是很大小的 大家可以看看 即是說飯廳這邊走出來 還有一個位置 這個就向南 陽光會比較足 看回內圓 看出去開陽一點 舒服一點 好 我們剛剛發現 其實廚房的右手邊是一條樓梯 對面這裡也還有一條樓梯 因為其實這間屋 分開了兩邊可以上來 正門入門口在一邊 這裡其實是車庫進來的位置 還有一條樓梯 當然就是上樓上 所以整個屋其實有三條樓梯 我記得我小時候 經常說如果有機會搬到有樓梯的房子就好了 我現在也會聽到香港朋友 即是移民過來的 不是回樓的 將來如果想住有樓梯的房子就好了 那間屋就滿足了你很多願望 有三條樓梯可以讓你慢慢走 左邊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都是向河景 而且它是根據屋的造型挑高樓底 最高的位置有12尺 所以大家來到這間房的感覺會比較開陽 感覺沒有那麼多壓迫感 這邊望向北邊 景色我覺得比剛才下面更漂亮 因為再高了 望多些天 還有再遠一點開陽一點 除了北邊之外 也有東邊的一隻窗仔 可以有陽光進來 大家可以這樣放在床位 然後這邊還有電視牆的位置 可以放一部電視機 我們最喜歡房間也有電視 客廳也有電視 這裡走進來就是walk-in closet 可以關門 門後面也會再放到衣服 也做好這些shelving unit 給大家安置不同種類的衣服 主人房的洗手間就是這邊進去 它是一個four piece 有比較長的桌面空間 兩個sink 這邊每一個sink 下面都是雙門打開的儲物間 中間還有三格櫃桶 陪了一塊鏡 陪了一些燈 後面這個就是一個比較闊 長一點的shelving unit 這些也鋪了一些磚 磚都是有些特色的 就是有些平 有些就像屋形的紋 多一些設計的感覺 這個有一個ring head 可以動 也有一個可以拿來的花灑頭 無框玻璃 纖維底本 然後座廁在後面 這個純粹是採光進來 令到廁所光慢一點 但是不可以開的 洗手間裡也有base board 整間屋取暖都是用電的 用base board 暫時來說是沒有冷氣的 但是我也有收到消息 就說Strada其實也在討論 整個屋間一起裝冷氣 但好像沒有定案 有的時候再更新 來到走廊中間 就有一個launch room launch room的兩道門 是可以打開到最大 所以都可以方便使用 它是大尺寸三星的乾衣機洗衣機 上面也做了一個台面 可以放東西 如果大家想的話 這些位置還可以再做些shelping unit 去放東西 來到這邊 就兩間房間 share這個洗手間 這兩間房間就會更加光亮 向藍一點 還有剛才在樓下 我跟大家分享到 當初我們選這間屋的時候 都特意有心去選這間 因為它是面向 不是對借某一個unit 而是看到一些屋苑中間的隙間 就看出去開陽一點 而且光亮一點 沒有遮擋 這間房間有一個大的walk-in closet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小房都沒有walk-in closet 這間比較好一點 它做了一些掛衣架 然後旁邊的房間 我們又看看 旁邊的房間好像比這間大一點 衣櫃都可以 衣櫃都可以 衣櫃少少 walk-in 這邊是窄少少 打開裸衣 我看另外那邊 深入一點 可以走進來少少 或者這裡也可以再置密少少 這間房間就是connor 有南邊 還有有東邊 所以這間房間應該是最光暖 最暖的房間 窗都很大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這些窗 可能因為沒有窗花 香港很流行有窗花 怕小朋友或寵物跳到街上 這邊其實是沒有窗花 但是它也沒有做了這些安全衣櫃 你開了這個鎖之後 你最多只可以開到這個位置 你硬拔也拔不了 因為它做多了一個衣櫃 就幫你頂住 所以大家就這樣開窗來通風 窗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中間還有一條十字 這也是造型 因為整個屋苑的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 對面的屋子 窗上有些紋路 讓整體看下來 更加有北歐風格 小鎮風情 其實這條東西 是做在玻璃裏面 所以其實價錢都會在 剛才主人房 我們看到它是Charles Doe 下次會是浴缸 浴缸配搬 有掛浴簾 下面有水龍頭 這邊也是正常 升盤下面有些儲物空間 還有最底有一格櫃桶可以放東西 樓底方面 這裡除了主人房特別挑高12呎樓 樓上的樓底有8呎 下面我們剛剛在客飯廳的特別寬敞的空間 其實是9呎樓底 這裡通道最上有很多窗 直條形三個大窗 所以整個樓梯位都會很光亮 然後我們現在下去看看最後一間房 還有很多的儲物空間 這裡少了China 因為它屈了在另一邊 我們這個旁邊是另一個部份 下來了之後有很多扇門 首先這邊已經有一個浴缸 Linens Closet 可以放東西 然後這裡大家看到很多扇門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所以你在門口進來 其實這個後面就是車房的入口 大家如果開車回來 就會停在這個車房位 從這個門口進來 一進來已經有樓底的空間 可以放很多雜物 然後又有樓梯 可以掛衣服 然後首先還有Linens Closet 我想很多時候 大家住在Porsal都應該會開車 所以其實開車進來 基本上可以不用走樓梯 已經放好東西 還有一個Full bath 這個Full bath也挺大的 因為洗手盆不大 好像比樓上的客廁 有比較大的儲物空間在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大型的瓷子 可以濕進去 還有一個Shower stove 是Full size 所以樓下這間房間 如果有老人家 或者怎樣 都可以長期住在這裡 因為是Streetfront 直接不需要走樓梯 就進來 但因為設計問題 前面是Streetfront 但這邊後面是高了 所以窗會變高了 有一點好像Windowell 但看上去也可以 而且窗也可以開 膠紙好像未面 這間房間 也有衣櫃空間 車庫的話 我們是有雙車庫的 我現在拍了Model Y 旁邊還有足夠空間 可以再拍多一部SUV 有三個垃圾桶 這個屋苑 處理垃圾的方式 是大家平時放在自己的垃圾桶上 到每個星期一個 cycle 就推垃圾桶出去 市政府的車就會來收 這一邊就是車庫位 那邊還凹下去一點 所以這邊可以放一些假放物 這裏有門 這個門裡 放了這家屋的浴缸 熱水供應 就是自己的浴缸 除此之外 這些都是處物空間 所以大家注意 這家屋應該可以放很多東西 很棒 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時候購物的朋友 都會問我 我未能可以到上房子 究竟會否突然收樓還未做預約 正常一般情況來說 房屋建好、室內建好 發展商通常會給我們一個 Deficiency Walkthrough的約會 這個約會由發展商的 Home Care Team的代表來 跟我們預約一個時間 如果你是屋住已經在 可以出席 或者可以找朋友來 或者找經紀像我一樣過來 發展商的Home Care Team 會和你走一次整個房屋 會走一次電器和窗戶 看看有沒有問題 如果有什麼問題 他們自己也有個內部系統去記錄 包括Cosmetic 我記得我們上次來收樓的時候 屋主也有一個朋友跟我一起來 會看看那裡的牆壁游得不夠好 地板有些刮傷 或者什麼做得不好 就會黏著膠紙 發展商的樣子就會把整個系統 然後由Deficiency Walkthrough到收樓 有差不多兩、三個星期的時間 我們回來的時候 他就會再給我們一個報告 那些東西都做好了 或者什麼是未做好 會再跟進 還有收樓的時候 如果你是在香港 不需要一定要親身飛過來 我們這邊都可以有其他人 譬如經紀 或者是親朋戚友代收簽名 到時通常都會有一疊文件 去給你 譬如大家如果是屋苑式pre-sale的話 管理公司的一些文件 告訴你上網的網絡可以看一些拜託 然後最重要是填的 有一份東西大家千萬不要忘記了 就是那個pre-authorization form 就是說你是交管理費的 其實這張東西 如果你就算未來 你也要去填好它 不然就會開始欠管理費 就會被罰款 填好銀行資料 問銀行拿張訊息 就email 或者寄回發展商 它就會開始下個月 或者是怎樣安排去扣數 其他就是信箱不是在大家下方的建築 是門口有一堆信箱 就要去指定的Canada Post 去拿鎖匙 還有一堆不同的規則 到時候都會是email copy給大家 或者大家可以上網很多時發展商 以及管理公司都有一個網絡網絡 去告訴大家 都可以穿鎖匙 這樣可以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個二手樓的開… 不是 對不起 不是二手樓 是 這個是一個新樓開箱店 OK 好 我想看一看房子有多少尺 我忘記做了 那這一間是… OK 先斷出來 OK 那我們現在進入屋裡面了 廚房我重新來過 剛剛歪歪地 好 好 好